- 欢迎收看阿罗拉,是我啦,是首上次的吊蝦鞋热烈的回响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大人物来fit我们的吊蝦系列,那这个人物是谁呢,听说呢,他是个光头,很亮哦,待会那个吊蝦场的灯都可以关掉,就可以看到很多蝦子。 - 非常反映的。 噢,我的天啊! 第二个呢,听说他是台湾第一个创办通讯平台的大人物,那我们呢,来登登看,看他到底到了没哦。 - 我啦,我好像找到了这个大人物了。 - 哎,林洞! - 我们今天要来到蝦聊天室。 - 吊蝦,我来到蝦聊天室。 - 你会吗? - 会啊,不会。 - 会! - 真的假的? - 你要先解开吗? - 罗拉,你不是教练吗? - 没有,我跟你讲,林董不好意思,因为我是钓鸦教练,所以我的学生都到我准备了。 - 我真的没有看过林董的这一面。 - 来,来赌一下。 - 两个一啊。 - 要赌什么?我们在赌,看谁钓得多。 - 但要是我赢你,有什么奖励吗? - 这瓶啤酒,你说好不好? - 赌瓶啤酒! - 我这个level不喝啤酒。 - 你是说我赢的话,你要到我面前把红酒一瓶喝掉了。 - 还是说你要送我一瓶红酒。 - 我送你一瓶红酒。 - 蛤? - 那如果我输勒? - 你输了喝一瓶啤酒就好了。 - 这个不行吧? - 送给你也是喝,然后你赢了也是喝。 - 行不行,我觉得不要酒。 - 如果你赢的话,我去当你的助理。 - 你输了的话,你要在陪我拍一集YT。 - 为什么比赛还没开始你就给我先开始一瓶? - 要捣乱,要捣乱。 不放鬍 我跟你講這一桿一定會放槍 放槍 炸好槍啦 哇 啊重點是你會處理嗎 欸你不過那邊要夾到喔 把他腳 兩隻腳刷下來 你是從當闖才之後 你還有是來叫蝦炒叫做嗎 沒有 以前我說第一人沒有人敢說第一 啊 白癡喔 白癡 掉了我就不敢吃 你今天不是帶很多年輕人嗎 給他們吃啊 給他們拉肚子 哇你已經去吃了 欸我已經贏你了喔 你不要太囂張 因為我通常都會雙鉤 我當然雙鉤換十塊飲料再給你喝 我等你雙鉤了 當我處理雙份的薪水 啊所以我下次如果 欸那我今天我要輸 如果我去當你的固體 你會有薪水嗎 有啊當然會有薪水 有薪水喔 那我先不掉了 欸欸欸欸 換我了換我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一支一千要不要要不要賭 快點回答 我的蝦好了 那個 我怎麼不要 賭錢不行 賭錢是那個 有博弈的行為不行 但是不要跟你掉蝦了 你也沒多厲害 你看1比1了 要不要問一下老闆 裡面到底有沒有下 老闆 沒蝦 會不會是他技術上你的問題啊 欸欸欸中了 欸欸 幹 太扯了 裡面才第二支 你不要碰碰 幾年沒掉下 你知道嗎 蝦妹是真的不要掉 但是釣蝦教練可以考慮一下 釣蝦教練可以考慮一下當甘蝦 我沒吃你豆腐 你吃我豆腐 我是說 我誰替你豆干啊 你那個光明燈 所以你說你平常 以前就是還是會來釣蝦 那我想問你 像我的世界 跟你的世界是不是相差非常非常大 嗯… 人與人有什麼距離 只是職位的問題而已啊 那下班之後的你會是什麼樣的 下班之後的我 我也是跟你們一樣啊 我沒有比較特別 你會吃路邊攤嗎 蝦仔麵糞 切仔麵糞 哎唷 那你下次帶我去吃 下次帶你去吃蝦仔煎 你為什麼那麼會賺錢 你為什麼那麼從 你想到就是要開發台灣 第一個通訊品牌 有誠信問題 做一個生意一定要有誠信嘛 你有誠信就是 你不管你開發什麼 你都會成功 你如果沒有誠信 誠信就是代表一個品牌嘛 沒有品牌 人會信你 等你紅了你就知道了 你懂得一直說 我現在還非常的不紅 那我要多跟你拍幾支片 這個通訊軟體 在你們研發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辛苦的一面 很辛苦喔 那個辛苦真的是 我一天真的設不到三個角色 你還好吧 你是董事長 那交給相片的人做事就好啦 我是千歷千穩 變格比較急 所以我就是 今日是今日必 今天想要完成的事情 我就要今天把它完成 今天完成不了 就代表我們今天就是失敗 所以如果今天完成不了 就飆碎 繼續加班 你懂得成功每年 啊話說怎麼都沒有蝦啊 你就要認真一點啦 沒有蝦我們就要移地方啊 這裡吃不到 就要換到別的地方吃啊 吃個妹吃不到 就要換下個妹子 蘿拉你記得啦 你要是紅了 你要真的要好 把握自己 把握台灣第一的通訊平台 看看這個通訊平台的董事長 可以給我有什麼機會 我們這個平台是 誰都可以來上啦 但是你還是有你那個 很好的一面 我又發現到你 你的潛能還是有的 只是還沒發揮出來 警長說你 所以我們的通訊平台 叫PG Talk嗎 對 我其實很好奇 為什麼是歌子 書信的來往就是 對話的創意 對 對話的功能就只有 用歌子來幫你傳遞信息 所以我們就有一些情書啊什麼啊 都是要透過歌子 歌子是值得我們人類 值得信賴的一個東西 因為他會把你東西送到你的面前 就以前你的年代 真的有飛哥傳輸嗎 不要瞎掰好嗎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已經沒有飛哥 好 知道你當我現在是150歲 是女人 演員 都被罵了 不是 你這個問什麼問題 你這個兇幹嘛 飛哥傳輸 那個是幾百年前的事情 還在飛哥傳輸 現在只有賽哥沒有飛哥傳輸 我們都叫不到蝦 因為裡面沒有蝦 我也真的覺得裡面沒有蝦欸 會不會是把技術上的問題啊 還是你剛才把這些一條蝦藏滿下 我已經買了很多東西了 還在買 賣了什麼 我為了喝酒 買了一個酒店 買了一個酒廠 喔 但我真的覺得 你剛剛一開始還說要送我一支紅酒 太沒誠意了 你擁有一整個酒廠欸 沒有 我們那個酒廠是在台灣的 然後我們當時就是我改換喝高粱 喝的覺得不錯 就把一個高粱藏了下來 把那個苗栗的一個製酒廠就買下來了 買下來本來是要在做生意的 結果變成自己在喝 是那個黑扇高粱 扇頭高粱我喝過喔 我們畢居有出一個扇頭高粱 那個喔 出來都自己喝的啦 都在送的啦 沒有在賣的 有空的時候跟美女吊吊蝦 你看 多爽 美女 沒有 她是美女有兩種 你好好說話 哪兩種 倒霉的美 喂 跟發霉的美 那妳是哪一種美 都不是 我是第三種 你看我跟妳吊蝦多倒霉 放到現在還沒有一支架 我平常吊的都超多的 你這看你 你離我遠一點 坐去正面 不是位置的問題啊 運氣的問題 說我來不累啊 妳今天怎麼會有空啊 約我來吊蝦 沒有啊 因為我聽說你好像也想當網紅 不是想當網紅 我是被逼上去的 可是欸 我真的覺得你不要退了當網紅 因為你退了當網紅 我就沒飯吃了 有沒有那個條件可以當網紅 哪有 我覺得你也很有個人特色好嗎 我們不是網紅 我們是現在目前大家看到的 只是覺得我們的事業 他們想要瞭解的 我們現在在做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而不是網紅 欸 林董 所以你會想像我一樣這樣做YouTuber嗎 想倒是沒有想 因為明天要做什麼事情我也不知道 我都願意去嘗試每一件事情 因為你平常也比較老 忙要有一個目的嘛 對 那目的完了呢 還是有多餘的時間 我就會去研究一些東西 我這個人就喜歡交朋友了 那喜歡交朋友就是 什麼東西我都願意嘗試 不一定說這個可以賺錢還是怎麼樣 才去做這個事情 我不是這樣子的 你叫我去當一個水泥工 我也可以啊 我也願意去嘗試啊 那不然這樣好了 既然你沒有真的想要正式開一個YouTuber 這個太麻煩了 你不如就是先來我的頻道實習一下 你跟我常常一起去體驗不一樣的東西 可以啊 感覺很不錯啊 就是我收定的 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不懂得它是怎麼玩 帶你玩啦 我帶你玩 你看我的朋友那麼多 我的朋友都是知道 我就是陪他們想玩什麼就玩什麼 那我也不會說啊 台外任何的朋友我都會跟他相處 只是說相處的人對不對 心言好不好 沒有心機啊 對只要沒有心機 然後不亂來 我們就不會排斥說 做朋友他可以幫我的 我可以幫他的都OK 我們不一定要說 我今天不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明天的事情明天沒有人會知道 所以我發現林董 是那時候沒什麼藕包的人 沒有 你知道我除了飯局 我每天吃的都是很簡單的 我早上也是跟人家一樣吃早餐店啊 吃豆漿店啊 豆漿啊 我也是吃啊 無機無數 我也是跟Pong去逛夜市啊 隨便亂吃啊 那你跟Pong去逛夜市 是你付錢還他付錢 我付錢 但是很爽 就是帶他去看看啊 我就看看 他的人生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啊 為什麼那麼多人一直要批判他 到底他是發生了什麼事 大概就了解一下而已啊 覺得人就是過得自然一點 輕鬆一點 無機無數 你想要幹嘛就幹嘛 我想要完成一件事情 我就把它做到成功為止 不會去嫉妒人家怎麼樣啊 也不會去欣賞人家怎麼樣啊 只要願意當朋友都可以 這個是人生的哲學 我的哲學 欸你知道我什麼畢業嗎 我連國小都沒畢業 真的啊 那你很厲害欸 我真的沒有童年 我國小就是很皮啊 但是我的記憶性很好啊 但是我在國小真的是很臭屁 常常被老師打 那你年輕的時候也有過過苦日子嗎 我睡過光園睡過一年 我們那時候的年輕 我們那一代的苦日子 真的是很 所以你也算是白手起家啊 不只是白手起家 我也是黑手 我也可以去做那個黑手 欸林董那這樣好了啦 既然你沒有童年 我來幫你挺服你的童年 我帶你去體驗各種啊 各種事情 各種童年啊 畢竟我還是個兒童啊 嗯 欸我們兩個打結了啦 欸 你牽扯在一起好嗎 你不要打結我 我朋友要跟你走 你走開啦 而且還有蝦啊 欸而且還有蝦 我們 我們殺了 這邊是什麼情況 我們打結還有蝦欸 那是誰的 等一下可能是誰跳到 欸什麼 我這童年有一隻蝦啊 你怎麼站起來會 突然過去釣一隻蝦 你真的很蝦 我的蝦是生出來的 我把蝦養在我身上 人家懷孕了 你現在懷孕蝦 呃 比一下 你腦間要去學你 陪我釣蝦啊 那這個成績 欸 這就不用公布 你看啦 你是董事長 我跟你講我現在 突然之間行了 好像我怎麼做都是輸欸 但是我贏你啊 你贏我 贏我沒有啊 你贏我 你果然是要跟著你的腳步 我現在要講懲罰是什麼 你要跟我一起拍YT嘛 那就是拍 我去當年的一日助理 但是你還是要付我薪水喔 那怎麼怎麼 好像都是錯的 我這... 開始就被我畫住啦 我也是 你贏了我也是要去當你特助啦 你上台片啊 你輸了還是要來拍片啊 我怎麼會笨到被一個年輕人騙了 C羅啦 王八蛋 你就王 好啦 今天起來已經送了 原來已經設計我了 不理你了 掰掰 謝謝喔 謝謝林總 那兩隻可以帶回家養啦 自己慢慢吃了 掰掰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00分享 也別忘了追蹤我的IG 追蹤PGEl吧的IG 我們下支影片 carta 掰掰 林總 你忘了我們還是去遊樂園喔 好不好 OK OK 掰掰 我現在在想的 去遊樂園要怎麼整她